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星期日出席撥檔之後 見記者表示 相信免核酸檢測通關 應該很快會有決定 我們聽司長說 都應該很快很快 可能未來幾日 另外我們都希望 羅湖口岸和黃崗口岸 可以快些通關 因為這兩個口岸 香港人都很常用 很多人用的 如果開車回去就行 坐火車回去就行 這個最好 最方便 譚耀宗相信通關配額也會取消 因為配額當時的考慮 就怕春節太多人 會擠塞著一個口岸 大家等幾個小時 那就不好了 安全各方面都有問題 所以我想配額沒有需要 而且這些配額都用不盡 配額有一個好的目的 就是安排有序回到內地 既然有序已經做得到 和人數亦都比我們估計 所以我覺得已經不需要這個配額 可以傳開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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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